摄影 记录得是一瞬之间 却能透视历史的长期结构 台湾摄影的发展 标志着这座美丽岛屿上 深邃多元 勇于实验创新的文化脉络 二十世纪以来 摄影家勤于走访城乡 足迹踏过山海 捕捉独特的自然与人文风景 透过镜头下的瞬间真实 汇聚为时代的记忆 见证台湾不同世代的社会风貌 台湾摄影家系列丛书第三集 收录以写实风格 记录南部风土的刘安明 彩西画构图 呈现农村光景的《何惠光》 长时间投入多个专题摄影的《翁亭华》 捕捉校园海童容颜的《黄济营》 宣扬环保意识走入荒野的《徐仁修》 以及用超现实异象构筑内心风景的《郭英生》 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摄影在计时、新闻报导、肖像、生态、 新象、时尚、商业设计等的发展面向 交织出台湾丰富的文化内容 摄影家持续努力于创作 敏锐掌握数位摄影技术与媒材 不断追求艺术与惠的突破与创新 《黄济营》、心态、手态、忍态 这是我这个生命的 你如果没有忍态不够激动 《黄济营》、心态、手态、忍态 他们就要纸巾、忍态、忍态 他们就要纸巾 当时就要纸巾到一般人的生活 那时候生活比较痛苦 不像现在这样 我都会记住了 我知道台湾的痛苦过程 我如果没有记住 没可能会记住 我都会记住了 五年代前后 对于生活也很稳定 也很惬意 在那个时期记录了很多的生活形态 包含农村、渔民、庙会、宗教祭祀 还有假曲 这方面的民俗 他记录得非常详细 而且每一张相片都有 他背面要呈现的一个主题 他的构图也是非常的讲究 那加上他的相片 他都是自己处理 我在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一个美国生活杂志 一个摄影家叫做尤金史密斯 他都是专门拍专题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了解到 摄影可以像拍电影一样 因为他能够看出这个作者的基本功夫 跟他的表达的内容 他的故事性 才能够看出这一组作品的内涵 而且他有一个方向 不要说运气了 那个一瞬间就没有了 因为我的相机是小型的 都放在西装的口袋 我就拿起来给他造一张 会造来一些学生心中的快乐 心中的无奈 和学生今天下课的情形 如果是刚学摄影的人 你的作品让人家感觉到温暖 让你无论是在烦恶的时间 或者是哀伤的时候 看到影像会懂得珍惜人生 我的生态摄影都讲观念 到底是怎样的照片能够吸引人 怎样的照片可以达到你 要求目标 会让你永远难忘 那艺术的本质 所以我最后来讲 生态摄影出钱了 就是先感动你一下 让你了解更多 可是到最后的时候 当生态摄影走进艺术的时候很难了 那是非常高端的了 为什么 因为生态本身已经不好拍 因为它是活的 你已经不容易 你要拍到那种 那你要借这个 你无法控制的对象 来表现你要的 那就更难了 太子尤其在我们这个年代 搞摄影也不见得能够出得了名 或者赚得了什么钱 所以那基本上就好 你找到一个出口 找到一个自我救赎的一个出口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 我的精神状况一直很不稳定 所以我必须找到一个方式 去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存在的 我自己是可以往下走下去的 很单纯 刚巧就是我刚刚开始接触摄影的时候 算是我生命中的这个疏解 跟缓冲的窗口 这个我讲得非常非常诚实 一幅幅影像 串起一段段历史记忆 期盼透过台湾摄影家系列丛书 带领读者进入摄影家的视野 品味台湾的文化与影像之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